说实话就这么个地方连汽车都没有什么 这相当于一个像是个市民中心啊 这这么一个地方 但是我完全控制 是驴还是马的呀 看这样子挺明的 苗子应该是马 真的挺香马的 这个小区啊 现在在鹰咸路上 下午时间2点11啊 上次有人不信啊 我来这给你看看北京的小区空到什么地 空到可以养满 这边遍地都是出租的 我说我北京的房子一般不愁租 但是这个地儿确实出外 这是驴还是马的呀 看这样子挺明的 苗小的 这应该是马 真的挺香马的 这个小区啊 我以前来过一回 你们都说我看走眼了的 其实就是这小区 确实啊 这小区空置率很高 北京的小区 北京小区 往北一点就是大兴机场 嗯 当然了 这个小区也有乐趣嘛 是吧 以马为伴嘛 这个位置啊 除了这些马以外啊 除了这些 马以外 再往那个方向就是往东 就到廊坊 这边是 慧 静弦家园 那边好像还有个 这边是慧弦家园 那边是静弦家园 基本都是 整个这个县区吧 都是以前那个 空港 据说还是空港 嗯 叫什么区来啊 就是噪音控制区 把后来牵过来的 整个这边都是 嗯 这边入住率 我感觉是这么回事 他入住率不高啊 但他实际上 很多人未必住这 可能是其他地方也有房子 都是在出租 咱们走走吧 走走也没什么人 但是这以马为伴 确实 有点意思 说实话 就这么个地方 连汽车都没有什么 嗯 你就可想而知 荒 荒到什么地步了 咱们就说 你像在北京 这种可以称得上是 叹为观尺的小区 几乎我没有见到过 但是但是你们上次说了之后吧 嗯 我又来了 确实是像你们说的 那个 当时还有点老年人 但是现在你说夏天也热啊 可能就不出来了 但确实 整个片区吧 有点那个 是吧 有点那种空置的感觉 或者说那个 有点那失业末日的感觉 那种街上一个人没有 然后大太阳一晒啊 哇塞 好可怕好空旷的感觉 的确如此啊 你像在这个片区吧 你即便是想买个水 如果你没有汽车的话 其实都稍微有点困难 但是电动车可以啊 也就是离这儿不太近 你这个小区 你要想去那条的超市 大概得有个七八百米的样子 生活来说 不是很方便啊 但整个小区你像 还是我之前说的 即便这个小区荒废成这样 但它的绿化呀 植被呀 等等这些该花钱的地方 一样都没少花 真的一样都没少花 说实话 这小区的规模在这儿 但是 能闲成这样 确实有点水平啊 因为它整个片区的楼房 相当的多了 你即便是在 相合的某些地方 恐怕也达不到这种密集度 这相当于一个像是个市民中心啊 这这么一个地方 但是哇 完全控制啊 哇 哇 我大北京居然有空成这样的地方 哇 小孩们瞎画的东西 你们要稀看里边其实做过规划啊 它里边不是结构啊 装修过的 不知道为什么没启用啊 但这个小区交付已经好几年了 每次我看到这种地方 我觉得很神奇 很长时间都看不到一个人 有熊安的感觉 有那点意思 但是跟熊安比 这车还是有的 熊安是真没有啊 真空啊 几位老头坐边上聊天了 这边里边有地儿被贴封条了 这边其实也有封条 它这个配套的底伤啊 基本全是空的 然后这边你看 这边就没有建了 但是属于停工了 这沿这样了 再建就真的是浪费了 这边算是人流密度很大的地方了 然后一会咱们要去那边的话 你们从日常洋买的那个地方过来的话 好家伙 你都觉得来这个地方 这简直就是个开玩笑啊 到处都是崭新的楼房 就是没有用啊 入住率表面上看 我感觉得50左右 但北京你说像这样 这么大规模的社区啊 这个入住率是相当低的 之后我也查了件资料啊 这当时空港区的标杆啊 这俩什么敬贤家园之类的 都是当时这个空港区 拆迁规划的时候的标杆小区 那 那你们这个标杆杆 你得往下关注一下吧 这标杆完了就不管了 真是标杆啊 说实话 我觉得唯一能跟这地比的就是熊安了 找到这个 敬贤家园附近的这个核心的超市啊 这个抵伤区域了 基本就在这边 还是有些抵伤啊 但但其实并不多 啊 在文理路上啊 如果有机会来这玩的话 真的 带点水吧 我站地你你过来 你要是开车你都都够呛 那边上有间超市买瓶水 然后咱里边走走 找个小区看看大家的环境跟情况 看这边买瓶水 基本也得给三块钱吧 还可以 跟市区的价格相差不大 咱进一个小区朝周里面 这边进来能看到一个大概的入住率啊 基本都在 我不是很低 五十多吧 应该有一半左右 但是你五十多的入住率 其实还可以 所以说这小区的入住情况不太好吧 但是它这种花园或者说园林的这种 布局吧 还是挺不错的 你看这边整个是个园林 相当于小公园一样 你这里都可以穿过去 这块要喷泉呢 好强悍啊 你像这种地儿 我说实话 养老生活绝对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这儿有一个最严重问题 就是附近没有太好的医院 来这棋盘子上咱坐一会儿 有那种一桶江山的感觉 对吧 下面再给我做点大臣什么的 让我也爽一爽卖一卖 你们看这边的这种铁棍子 好像是晾衣架 那边也有 好像是晾衣架 你看这一个小孩和他爹踩在云上 这个雕塑好夸张啊 说实话到这个小区来 真的是大开眼界 这小区建完了 能够坐到日常养马的小区也 真的是不多 这其实从侧面反映了一个就是 在北京偏郊区的一些房产的现状 你看这样的小区 他入住率实际上不到50% 但是呢 你看他这个物业已经通水通电了 基本给我的感觉就是说 物业基本是可以运营的 但是你说这物业要是能挣钱 其实挺难的 还有很多的这种公用的这种建筑啊 根本就没有开放实用 然后周边唯一的一个我能看到的公共设施 是一个消防局 这个消防局是在运行状态 还有一个小的公共汽车站 反正这个小区 因为输入力低吧 基本达到了一个他能运营的最低状态 好